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中国探月工程的2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嫦娥六号任务的代表时 强调了这些年来航天人们的努力与成就 展示了中国在科技资历自强方面的显著进步 接下来我们将谈到英国首相斯塔莫 在工党年度大会上的口误 他在谈论中东局势时将人质物说成香肠 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热议 成为会议的一大笑点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最后我们将带您回顾 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告别演说 这是他以总统身份的最后一次发言 他强调了维护民主的重要性 并呼吁各国领导人共同努力 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评论员在文章中强调了 中国探月工程的伟大成就 指出这一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 凝聚了几代航天人的智慧与努力 展现出中国在科技资历自强方面的显著进步 嫦娥系列任务 从绕月到着陆再到采样返回 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持续突破与创新 特别是在嫦娥6号任务中 中国成功实现了从月球背面带回月壤 这不仅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 也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文章呼吁全社会弘扬探月精神 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推动国家现代化与复兴的伟大事业 星州网报道了英国首相斯塔默 在工党大会上的一次口误 他在谈论以巴局势时 不慎将人质说成了香肠 引发了现场的笑声与媒体的热议 虽然斯塔默迅速更正了错误 但这一失言 仍被保守党力用在社交媒体上嘲讽 此外 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名年轻学生的抗议事件 他因表达对中东政策的不满 而被保安带走 进一步凸显了会议的紧张气氛与争议 在联合国大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告别演讲 呼吁全球领导人维护民主 强调 人民比掌权更重要 他以自己不再寻求连任的决定为例 提醒各国领导人 要将更大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拜登的讲话 总结了他多年来的政治经验 并表达了对新一代领导人的期待 作为他最后一次 以总统身份在国际论坛上发言 拜登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掌声 展现了他对民主价值的坚定信念 星周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告别演讲 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并反对侵略 他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战争已失败 未能摧毁乌克兰和北约 反而使北约更加团结 新增芬兰和瑞典两个成员国 拜登在演讲中提到中东冲突 乌克兰战争及美中关系 呼吁世界领导人 继续支持乌克兰 维护民主 他还分享了自己 不再寻求连任的决定 表示更重要的是 将国家的未来 交给新一代领导人 赢得了现场的广泛掌声 华尔街外交 则关注中国国内的暴力事件 指出 沈阳和苏州两起刺商案 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强调面对暴力之气 政府应尽早详细公布案情 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 这些事件反映了 社会情绪的积压 政府的透明度和及时应对 显得尤为重要 公众对安全的关注 也在不断上升 文章呼吁 加强对暴力事件的重视 以免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 美国之音中文网 则报道了 特朗普面临的暗杀威胁 称美国情报部门警告伊朗 可能对特朗普实施暗杀 认为这一威胁 真实而具体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对此表示关注 并指出伊朗的威胁 在过去几个月有所加剧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 针对特朗普的 多起暗杀未遂事件 强调将延惩 任何危害民主的暴力行为 司法部长重申 任何针对民主核心的暴力行为 都将受到追究 确保选举的安全与稳定 新浪报道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加密货币领域的态度 经历了显著变化 尤其是在他宣布参加 2024年总统选举后 特朗普早期对比特币 持有负面看法 甚至在担任总统期间 多次公开批评加密资产 认为其波动性极大 且可能用于非法活动 然而 随着他面临新的竞争 对手哈里斯的挑战 特朗普开始积极 寻求加密行业的支持 并在比特币大会上表示 将推动美国成为 比特币超级大国 他承诺 在未来的竞选中 支持加密行业的发展 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显示出他对加密资产的重视 以及将其纳入政治战略的决心 腾讯新闻指出 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近期与阿根廷总统米莱会面 讨论在阿根廷的投资机会 马斯克对阿根廷丰富的 里资源表现出浓厚兴趣 因为里是电动汽车电池的 重要成分 两人会面时 气氛轻松愉快 马斯克称 其公司正在积极寻找 投资阿根廷的方式 米莱的自由主义政策 和对私营企业的支持 也得到了马斯克的认可 双方一致认为 需要消除商业官僚障碍 以促进经济发展 马斯克的投资意图 不仅彰显了 他对阿根廷市场的看好 也反映出 他对全球里资源供应链的关注 中央社报道 加拿大保守党 提出不信任动议 要求总理杜鲁道下台 这一动议 是对杜鲁道少数政府的 首次重大考验 保守党领袖伯利志 指责政府 未能有效应对生活成本飙升 住房危机和犯罪问题 尽管杜鲁道承认 加拿大人面临困境 并表示 正在考虑如何帮助国民 但预计不信任 动议不会成功 因其他小党派表示 将支持政府 伯利志则誓言继续努力 争取在未来的机会中 推翻政府 根据最新民意调查 保守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 显示出政治局势的变化 明镜电视报道 中国军方最近成功 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此次发射 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三进行的 导弹搭载了模拟弹头 并成功落在预定海域 国防部表示 这次发射 是年度军事训练的常规操作 旨在提升军队的战备能力 并展示国防实力 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是中国最新型导弹系统的一部分 意在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 周边国家对此反应敏感 许多国家开始加紧军事准备 以应对潜在威胁 在网络社会节目中 电费飙升的问题 引发了公众的质疑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的官邸 在近两个月内 用电达到2万度 甚至有人调侃 是否在挖比特币 卓荣泰表示 将请求电力公司进行检查 并承诺节约用电 同时 22岁的台湾男子郭雨轩 在上海失联 家人表示 他原本是去赚钱 但却失去了联系 此时引发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 呼吁中国大陆提供更多信息 最后 马斯克与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 在联合国大会议期间的互动 引发了热议 网民们纷纷猜测 两人之间是否存在更深层的关系 星州网报道 阿根廷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 因两国总统的针锋相对 而愈发紧张 阿根廷总统米莱伊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互相发布逮捕令 原因是委内瑞拉指控米莱伊窃取 一架因涉嫌制裁而被扣押的飞机 而阿根廷则已违反人道罪之逮捕马杜罗及其幕僚 这场外交争端 源于两国在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阿根廷不承认马杜罗赢得的总统选举 反对派声称 真正的胜利者是他们的候选人 此次事件不仅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媒体报道指出 阿根廷法院已要求国际刑警对马杜罗 发出红色通缉令 星周网报道 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演讲 强调了与中国的竞争应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 以避免冲突 他提到美国将坚定抵制不公平经济竞争 并致力于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拜登承诺将继续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盟 认为这些伙伴关系是维护自由与安全的基石 他还对近期美中在打击合成麻醉品流露方面的合作 表示赞赏 认为这对两国人民都至关重要 中央社则报道了 贺锦丽在亚利桑那州的竞选办公室遭到枪击的事件 虽然事发时办公室无人受伤 但警方对此表示关切 并正在调查此案 该办公室近期已发生多起形式破坏事件 贺锦丽计划在几天后访问亚利桑那州 可能会讨论移民等一题 此事件引发了对竞选活动安全的广泛关注 网易则聚焦中国探月工程20周年 回顾了自2004年立项以来的辉煌成就 包括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陆 和嫦娥6号成功采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相关人员时 强调了这一工程凝聚了航天人的智慧与努力 展现了中国的自信与实力 他提到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承诺将继续推动这一领域的创新与进步 鼓励中国人相信自己的能力 追求更远大的目标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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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